他们寻着那一阵香味的来源 一直走到家里那露出的小厨房 他们要是敢凑上钱的话 免不了一顿痛的 我们走 你们醒了 快来吃命 乖啊 你们俩也进来啊 天亮的不错呀 一人一晚 怎么了 他伸出手 熟了一下老大的小脑袋 没 没什么 那行 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哎呀 等一下呢 你要进山一趟啊 午饭的话 午饭我们可以自己做的 嗯 挺好 小心一下 别烫着了 嗯 全生走去后头那间屋子 这一块人生 根本就功不足他的身体所需啊 如果不能让他尽快醒来 那也必须得要输液 持生他的身体机能需求 否则的话 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啊 哎呀 哥 我们 我们误会娘了 嗯 娘真好 如果娘能够一直失忆 一直这么好 那就太好了 嗯 难道那个女人 她真的变好了吗 娘 你去山里做什么 去找一些能吃的呀 还能换银钱的 那我跟娘一起去吧 山里危险 哎呀 正因为危险 所以不能让你跟着去啊 在家玩啊 等娘回来 嗯 我跟你去 你不是失忆了吗 那你怎么懂路 不怕在山里面的路回不来吗 哎 对啊 嗯 那行吧 老大跟着我吧 这两天你的表现不错 如果 如果你不是装的 我可以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是 谢谢萧大哥的原谅啊 你 你进山做什么 找药草啊 拿来救你爹 还有啊 拿去卖 什么 药草啊 你懂什么药草 你 你可别化害人了 跟上吧 汗到田七了 也就是三七 哎 禅医 什么是禅医啊 就是禅厨退下来的皮嘛 一般来说啊 是会被禅厨给吃掉 极少见到的 但是药用价值非常非常高 最大的药理价值 就是抗癌性 这个能卖一个不错的价钱呢 哼 这女人失忆以偿 突然就成了神医似的 她就继续装吧 自己倒是要看看 她最后是怎么出球的 亲生花了一个多时辰 逛了小半个山头 哎呀 走 回家吃饭去喽 都飞掉 based 都飞了